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央视提名歌手2024就场的七位重量级歌手 全是清唱排前时的明星 你们觉得够不够格 最近歌手2024一播出就引起了全网的讨论 这次采用的是直播的形式 没有修音 节目组更是请来了外国选手 第一期播出后 前两名都被外国选手拿下 可以与之高下的只有纳英了 下期节目组还请了亚当 这下网友们坐不住了 纷纷呼吁节目组摇人 不能让别人看了节目组的笑话 于是网友们纷纷提名可以去歌手就场的嘉宾 快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位网友在线呼吁刘宪华去歌手踢馆 现场全开麦 多次完美直播演出经历 排绘编曲会多种乐器 给欧美歌手1.360度的花样震撼吧 网友们纷纷在线呼吁 期盼着那位才华横溢的音乐才子刘宪华 能够踏上歌手的舞台 用他的音乐才华 给这舞台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震撼 刘宪华 一个名字 一个传奇 他不仅是音乐的宠儿 更是无数乐迷心中的梦想 每一次他站在舞台上 那全开麦的演唱 仿佛是在向世界宣告 他就是音乐的王者 他的嗓音 如同天籁之音 穿越时空 直击人心 而那多次完美直播演出的经历 更是让人们对他的音乐才华刮目相看 他不仅拥有出色的演唱技巧 更是一位全能的音乐才子 他精通编曲 能够将自己的情感与音乐融为一体 创作出令人陶醉的旋律 他还会多种乐器 每一次的演奏 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他的音乐 如同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让人们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戳间 网友们纷纷呼吁刘宪华去歌手踢馆 希望他能够用自己的音乐才华 给这个舞台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震撼 他们期待着他全开脉的演唱 期待着他那独特的嗓音 期待着他那精湛的编曲技巧 期待着他那多种乐器的演奏 他们相信 刘宪华一定能够用自己的音乐才华 给欧美歌手带来一次360度的欢样震撼 想象一下 当刘宪华踏上歌手的舞台 那瞬间 整个舞台仿佛都为他而亮 他站在那里 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中 那独特的嗓音 那精湛的编曲技巧 那多种乐器的演奏 都让人为之震撼 他的音乐 如同一股清流 洗涤着人们的心灵 让人们感受到音乐的无穷魅力 网友们的呼声越来越高 他们期待着刘宪华的到来 期待着那场即将到来的音乐盛宴 他们相信 刘宪华一定能够用自己的音乐才华 给这个世界带来一次难以忘怀的震撼 第二位 周深 一曲《达拉崩巴震撼》四作 音乐中的中国韵味独树一帜 在璀璨的华语乐坛中 周深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 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情的嗓音 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 他的一首《达拉崩巴》更是寂静四作 不仅让人们为之震撼 更让人们感受到了音乐中的中国韵味 《达拉崩巴》这首歌 歌词充满了魔性 旋律婉转悠扬 加上周深多变且深情的唱腔 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 周深用这首歌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成为了当届最初圈的舞台之一 周深的音乐才华不仅仅体现在《达拉崩巴》这一首歌上 他的音乐风格多样 既有流行音乐的时尚感 又有古典音乐的优雅和精致 他擅长运用古典音乐的编曲和唱法 为流行歌曲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韵味 同时 他也善于将民族音乐的独特韵律和节奏融入到现代歌曲中 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 在《达拉崩巴》中 周深更是将中国韵味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运用了多种民族乐器和唱腔 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浓郁的中国风情 这种独特的音乐风格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更让人们为之动容 除了音乐才华之外 周深的声音也是他音乐中的一大亮点 他的嗓音清澈而饱满 如同金泉一般流淌在人们的心间 他的声音似乎天生就与中国风相契合 无论是冷冽伤感的眉香如故 还是唯美空灵的念 他都能够用深情的嗓音诠释出歌曲中的情感 周深的音乐才华和深情嗓音 让他在华语乐坛中独树一帜 他的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独特的韵味和情感 让人们为之陶醉 而达拉崩巴更是他音乐才华的集中体现 让人们感受到了音乐中的中国韵味和力量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周深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 第三位 网友的狂热推崇 张杰 现场为了亡民不虚传 神奇现场层出不穷 在浩瀚的音乐海洋中 张杰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 凭借其超凡的演唱实力和深情的嗓音 赢得了无数乐迷的热烈追捧 他的每一次现场演出 都如同一次音乐盛宴 让人们陶醉其中 为之倾倒 网友们纷纷强烈推荐张杰 他的现场为了亡之称并非空虚来风 而是实至名归 张杰的音乐才华和演唱实力早已无需多言 他的嗓音清澈而富有穿透力 能够轻松驾驭各种曲风 无论是深情的抒情歌曲 还是动感的摇滚乐 他都能够游刃有余地演绎出 歌曲中的情感和韵味 他的音乐风格多变 既有流行音乐的时尚感 又有古典音乐的优雅和精致 让人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 也能够感受到不同音乐文化的魅力 张杰的现场演出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他每一次站在舞台上 都仿佛与音乐融为一体 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唱中 他的舞台表现力极强 能够用音乐和肢体语言与观众 进行深入的互动和交流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感染力 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沉浸在 他的音乐世界中 张杰的神级现场层出不穷 无论是在大型音乐会上 还是在各种综艺节目和晚会上 他都能够用出色的演唱实力 和深情的嗓音征服观众的心 他的每一次现场演出 都成为了经典之作 让人们为之惊叹和陶醉 其中 他的一些经典现场 更是被网友们津津乐道 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永恒回忆 网友们对张杰的推荐并非无地方时 他们甚至张杰的音乐才华和演唱实力 也甚至他在现场演出中的出色表现 他们纷纷表示 张杰的现场A的王之称 并非浪得虚名 而是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证明了这一称号的含金量 他们期待着张杰能够在 未来的音乐道路上 继续创造更多的神级现场 为乐迷们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盛宴 第四位 华晨宇 这位年轻的90后歌手 在歌手的舞台上 不畏出场 一举终结了Jesse J那如日中天的三连冠 他不仅成为了那一季的耀眼之星 更是歌手八季中唯一一位90后歌王 他的名字 如同他的歌声 响彻四方 那一晚 当画晨宇的身影出现在舞台上 他并未携带过多的华丽装饰 只是简单的一身黑衣 却透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他的眼神坚定而深邃 仿佛能穿透人心 直抵灵魂深处 他的手指轻轻拨动着琴弦 那旋律如同溪水缠缠 缓缓流淌在每个人的心田 他的歌声 如同山剑清拳 清烈而纯净 那音符在他的口中跳跃 如同精灵般灵动 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的世界 被那无尽的情感所包围 他的每一个音符 都如同精心雕琢的宝石 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当他唱到高潮部分时 整个舞台都仿佛被他所掌控 他的声音如同狂风骤雨般猛烈 整个现场 观众们被他的歌声所震撼 纷纷起力鼓掌 为他喝彩 那一刻 他仿佛成为了舞台上的王者 用他的歌声征服了所有人 Jesse J 这位国际知名的女歌手 在连续三场比赛中 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和魅力 这 在华晨宇的面前 他也不得不败下阵来 华晨宇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 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让人为之动容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证明了90后歌手的实力和魅力 华晨宇的这次表现 不仅让他成为了歌手舞台上的耀眼之星 更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 他的歌声 如同他的人生一样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希望 在未来的道路上 他将继续用他的歌声征服更多人的心灵 成为华语乐坛的璀璨之星 第五位 李嘉薇真的很有实力 就是展现机会太少了 他唱的煎熬真的太牛了 最近在与凤行里的那首必仓 真的绝啊 第六位 谁当初还没有被当年一首泡沫 被拒费小天后应控呢 他的声音富有独特的个性 并且能够轻松驾驭多种音乐风格 邓紫棋 第七位 韩红老师实力不用说 快去支援一下歌手吧 大家提名天亮了这首歌 或者来首藏宇哥震惊一下韩红 你们觉得国内现在哪位唱将可以去歌手踢馆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享有些叫什么 感谢观看